今天要介紹我們太益犬在立對立的時候 我們太益犬是怎麼去變化 去走連的 那一般人力量上來了 你看 我現在頂他 我頂他 他頂我 所以是立對立喔 就是立對立會怎麼樣 比力氣的大很小 對不對 是不是一定手慢 手慢手快 誰先慢 可是太益犬如果這樣跟人家比力氣就會輸 因為呢 他現在軸端其實沒有做好 他的軸端還不夠強 我讓他調到最強的軸端 這樣才是最強的軸端 馬上就力量出來了 剛才已經寫掉這個軸端 好 在這樣立對立的狀況下 我要讓他走 輕輕的 你看 他就走了 好 現在來 你看 我們現在手搭著 對不對 他保持好專心 那我要打他 我出去 他就出去了 對不對 我力量怎麼進去的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反育 現在換他 我不反攻 我只反育 他要讓我出去 看出不出來 來 打 為什麼我受阻 你隨便你用偷型的 用快的 用快的 用大的 用大的 又大的 又小的 隨便你有什麼力量 隨便 隨便 你看你一直在跟我對立 跟我對立你就划不來啊 對不對 是不是 怎樣 怎樣 你看他的力量就進不來 就出不來 我都不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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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隨便他任何時間去發力 他就進不來 為什麼 因為太極拳啊 他的力 我們現在是在教學 所以我跟他手這樣沾著很多 如果真的是在 實戰的話 找他呢 如果在實戰的話 手一搭著 再去就出去了 沒有機會他再出一拳啊 一搭就不行 就一個中級了 懂嗎 一開門就倒啊 一開門就摔啊 懂嗎 速度是很快的 這是在實戰的時候 是不是 對不對 一搭就來一個中級 胖就中級出去了 很快的 好 只是因為我們在教學 我們在這家示範 好 那要有穿一些厚的黃木裝 我彈光實力 這樣可能他還會受傷 所以他以為我們在練這個時候 他是有目的 但是我出來了 我們現在是不准脫手 那如果是脫手的方塊 可以脫手 先出去脫手 脫手 脫手 所以這時候可以脫 不可以打啊 對啊 那你脫手看是你先打我 還是我先打你 不可以脫啊 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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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會打 不行 當然可以脫啊 你看我打他 不脫手的方塊 不脫手的方塊 不脫手的方塊打他 就變了 有嗎 有沒有 再來一次 你還是反應不到 這樣 不脫手的 再來一次 我還是在那裡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是不是 給你脫啊 你脫手 你脫手 你脫吧 不敢脫 不敢脫 不敢脫手 不敢脫手 因為他一脫手 我的速度就是上去了很快 謝謝 你脫手 你脫手 我已經在那裡 我快脫手 你脫手 你脫手